網上尋真愛,Whatsapp是愛 連愛港力都要用它動員,你們就知道有多普及 不過不是Whatsapp,亦都不是Whatsapp,是Whatsapp 這個可能是全球最多人用的通訊軟件 最近原來還成為時外熱點 交入網上Mitchell有緣人,上個月訪問近19個單身男女 發現四成人會上網認識男女朋友 認為網絡有真愛的還有五成半 好像他這樣,用SMS表白的人不少 但選擇用Whatsapp的更多 加上其他平台,會經網絡用文字表白的有六成 還會兜口兜面說的,只有兩成半 心理學家說,多了人傾向上網找對象 除了他可以認識多些不同圈子的人 透過文字初步了解才再約會 又可以減少不合談的機會 至於為什麼用Whatsapp來表白? 相信不用專家說都知道了吧? 失敗了可以扮生錯吧? 失敗了可以扮生錯吧? 又不扮生錯吧? 啊